立委徐少平的小儿子林佩祥博士 颁赠自己的外婆 曾经在七堵国小任教的 王清莲老师奖助学金 给获奖的七堵国小各年级学生 并且合影留念 这项奖学金已经持续第17年 获奖的学生都非常开心 也希望以后可以回馈社会 我很高兴 我希望把这些钱拿去存起来 然后以后可能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再拿来用 我这次拿到这些钱以后 如果我有能力 我也会来赞助这个活动 至于有没有可能代表 国民党竞选下届基隆市的立委呢 林佩祥表示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如果有机会 不会放弃服务基隆乡亲 主要还是 我跟以前态度是一样 看说党中央怎么来做 一个安排跟协调 但是我个人来讲 我不会排除这种可能性 然后如果有机会 我也不会放弃 应该第一点是多关注年轻人的想法 因为未来的投票也好 还是未来的社会的主力也好 都是和青年人 第二件事就是有关这个 我们很多的心态要改变 那现在不是只有是实体的世界 还有网络的世界 那这边两边要把它合而为一 第三面就是 第三方面就是说在议题上面 还有在行销上面 对我们的党 我们国民党必须做得更好 尤其是行销 我们做很多事 但是我们不会说 那在议题上面 我们很多时候是被人家 以不同的角度牵着手 那我个人是觉得 不管是在哪个 政治领域上 这都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有机会如果来 帮大家服务的话 这些是三个方向 是我想做出改变的 这项讲序学金颁奖仪式 利用七土国小召会时举行 校方透过广播 让站在走廊上的各班级学生 都能够了解到王青年老师 回馈七土国小的爱心 以及学习 得奖同学们用功读书的努力 记者吴俊松采访报导